狗娃大名刘宫平 他现在是临线西洋重养合作社的带头人 然而两年前 他还是一名游手好闲 远近闻名的上访户 他修的这上缝不过钱了 但是跟朋友吃不住钱好的一个货 要做好嘛 做好各专利益 做好各专利益 少了少子两位的麻烦 少丈夫的麻烦 为了上访 狗娃荒废了 从事多年的养殖业 几年下来 狗娃一家的生活 并没有因上访有所改善 反而变得更加结局 狗娃难缠 镇村干部为了他的事 也没少费脑筋 三天两头的上门开导 社羯又放他这个私校上 让他有干涉的账草给他带来的王断 让他接受那种少佛的念 2018年狗娃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动员下 参加了吕良山护理护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 在第三天下教育学院派老师的教育 教育那是从16年第一期学生开始排学的 排学我这就让他一个月过去 出过碗里 那 去那说到了是那出过碗里 我一看然后就开不开大锅 是刚到的老板 这 他就职责我的目悬了 然后就有个女人 那就就飘着 那到了老板 他到那这些 跟舅舅的事还打烧过了 要知道我的小伙子开始 然后到老板了 不老大 2019年 狗娃代理四户贫困户 成立了重要合作社发展相互种植 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的帮扶下 一年下来 狗娃有了八万元的纯收入 从年载我转开小股开始 切斗家年为止是我们带着20户 平坏户 年载我们转小股一个十户 这样计算找度不赖 小我转着3万 4、5、6万 这年我们转了27万几坡 后来是一边我转到的 我们将到的 把那再开好一条上菜去 根本正在做坡 正在做坡 长坡高低 低路造的钱到的 他造的钱体体面面 这才是救过活发了 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